帝承恩走进慈安殿的时候,耀眼的晨光洒满殿门,太后一身正红凤一冠服,含有的带上了陈锋在珍宝阁里的九凤冠,手里握着一串佛珠,端坐在玉座上,她看着逆光中缓缓走近的女子,沈氏的目光探究而冷漠。 慈安殿安静异常,帝承恩垂眼慢慢走近,在离玉座几不远的地方行礼叩首,帝承恩见过太后,上手传来的声音威严冷冽,无需多礼,起来让哀家看看。 太后看着跪在殿中的女子,眼底引有情绪露出,当年荣宠至极的帝紫园,如今还不是一样要跪拜在她面前。 帝承恩起身抬手,素来清冷的面容柔顺恭紧。 太后转着佛珠的手一顿,瞳孔微缩,眼眯起。 这副容貌和当年的帝圣天差之虽远,却有几分相似。 似是察觉到太后突然间的冷意,帝承恩看起来忐忑不安,望向太后的眼底带着小儿女的如沐。 承恩十年未见太后,太后身体可安好。 太后打量她半赏,端着清茶抿了一口才淡淡道,哀家很好,你一回京便来慈安殿请安,有心了。 承恩得太后和陛下之恩才能在泰山安稳度日,这些年太后对承恩造福有加,来向太后谢恩是承恩应为的。 帝承恩盈盈盈利,看上去大放典雅。 太后放下悲斩,似是漫不经心地问,你可曾愿我和陛下将你尽在泰山十年,连太祖赐下的婚事也一并搁置了。 帝承恩连行两步,进到太后身前,眼带雾气,就要跪下,当年父亲犯下大错,若不是陛下红恩,承恩今日焉能力在太后身前。 太后心慈,承恩对太后和陛下绝无半点怨愤,唯有感激。 臣女如今戴罪之身,万不敢其望殿下,只愿太后能让臣女时常入宫请安,已是对臣女天大的恩赐。 一旁立着的张扶木瞪口呆地看着行到太后面前眼角含泪的帝家小姐,如同见了鬼一般,十年未见,当年不可一世张扬四溢的女娃娃,怎么成了如今这副脾性,虽说容貌端丽,气质高贵,却总有几分难以言喻的违和。 也难怪,无论当初如何盛极一时,帝家总归是没落了,帝紫园被圈进泰山十年,若还是当初的姓子,也枉了太后对她十来年的打算。 一双手集合时宜地拖住了帝承恩,太后面容慈祥,冷漠散去,微怒道,你是帝家的女儿,谁敢妄言你为戴罪之身。 她抬手轻轻拍了拍,别担心,哀家看着你长大,你父亲的错和你无关,即便你如今的身份难为太子妃,哀家也会在宗室里为你寻个品行,俱佳的好夫婿。 帝承恩一正,勉强笑了笑,谢太后挂心。 太后眼底一抹身一划过,嘴角铭起,你当初性子活泼跳脱,想不到在泰山休养十年,倒是沉浸温婉了不少,若是帝家家主能瞧见,也能安心了。 帝承恩被太后握着的手有微不可见的僵硬,不经意瞥见太后眼底的狐疑,从秀里掏出一本字帖,递到太后面前,轻声道,永宁寺清静安宁,臣女在泰山每日闻终生,回想幼时桀骜难逊,甚为后悔,遂每日礼佛诵经,清心明智,这是臣女为太后抄的佛经,望太后能身体康泰。 太后眼带亚异,接过帝承恩帝到手里的佛铁打开,见铁上自己和弟子袁幼时,极为相似,不过幼时肆意大气,如今看着圆润工整,一斗顿削,眉角舒缓开来,满意道,你这孩子,山中倾苦,难为你还记挂着我这个老太婆,日后出入慈安殿无需禀告,常来就是。 谢太后 帝承恩面露感激,朝太后行礼谢恩 你十年未回京,想必对京城很是陌生,明日挨家派个女官到锦园跟你好好说说,顺便逛逛京城 是,太后 见太后面色疲乏,帝承恩请安后,公顺地退出了殿外,待她身影完全消失在慈安殿外,立在一旁的张福小心抬头,不经意瞥见太后面上的神色,微微一正,她服侍太后二十余载,还从未在她面上看到过如此快意的神情。 张福 太后的声音突然响起,害得她一正,立马走上前,奴才在。 早朝快下了,去把任安乐请到慈安殿来。 张福应试,朝殿外走去,跨过殿门时,隐约厅的里面,极低的一声嘲笑,她会转头朝后看去。 太后立在大殿玉座旁,佛经被随意丢弃在地,望着大殿上方太祖赐下的玉牌。 先帝,这就是当年你和帝圣天,为我大敬朝选择的皇后,帝圣天,你给哀家好好看看,你帝家女不过如此,不过如此,哈哈哈哈。 张福叹了口气,匆匆消失在殿门口。 金鸾殿里,早朝以下,工人向寒夜回炳帝承恩,已从慈安殿出来,正朝宫门而去。 她面色微缓,还为己走下石阶,瞥见慈安殿大总管张福,在殿外拦住了人安乐思语。 寒夜眉角微皱,略依犹疑,还是行上了钱。 张福,何是拦住任将军? 张福正在惊奇,这位想撤朝野的女将军,果然人如其名,极为随性洒脱。 冷不丁太子殿下清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,急忙回头,回殿下,太后请任将军去慈安殿一趟。 见太子眉宇淡淡,张福福致心灵地继续道,殿下,帝小姐向太后请晚安,应已到了御花园。 任安乐见,寒夜眉头紧皱,笑道,你这父母样做什么,难道怕我这个乡也莽腹,惊扰了太后不成。 说完,一马当先朝慈安殿行去,张福朝太子拱手行了一礼,急忙迈着小步跟在行走如风的任安乐身后。 寒夜停在石阶上,朝玉花园看了一眼,唯一犹疑,往慈安殿的方向追去。 走过上书阁,深入内宫,眼见着过了小径便到了太后的慈安殿,张福还来不及缓口气,身后急促的脚步声传来,一转头,便瞥见太子也三两步越过他拉住了前面的任安乐。 太子面带朝红,跑得有些急,向来扶铁的朝服,瞧上去略有褶皱。 张福眼睛眨了眨,立马当自己不存在,乖绝地后退一步。 任安乐被拉得一亮呛,抬手,好整以侠的杨眉问,殿下何事? 寒夜显然也被自己的毛躁挣住,顿了顿,避开任安乐的眼,沉声道,太后素来不惜女子上疆场,喜欢礼佛,你可多谈谈佛经。 她顿主,朝任安乐看了一眼,算了,想来以你的性子,佛经也看得少,还是说些近男的趣事。 看着一点点细心交代太后,喜好的太子,张福木瞪口呆,这真的是他们那个威严冷漠的太子殿下? 任安乐嘴角轻勾,看着面前板着脸的寒夜,朝阳落在她俊秀坚毅的脸上,有些恍惚,突然极浅,极淡地叹息了一声。 小姐,太后今日见了您可曾刁难,心语根在地成恩身后,一路从御花园醒来,小声问自家小姐在慈安殿的境遇。 我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,太后到底是一国之母,怎会在我面前失了气度? 只不过,当年太后一定很忌惮帝家。 帝成恩随意摘下园中的一朵牡丹,想起太后那一身格外华盛的官服,轻声道。 小姐为这次回京做足了准备,如今太后和陛下对小姐喜爱有加,若是殿下坚持,那小姐的婚事定会有转机。 两人转过小镜,心语话音未落,生生卡在喉咙里,不可思议地看着不远处的场景。 一身将红朝服的女将军侧身对着她们,观不清容貌,却也能感觉到她身上盛然凛冽的气质。 太子殿下立在她身旁,轻声说着话,眉目间有着淡淡的无可奈何,两个人站在一块,仿佛隔出了一方天地,只是望着便静谧美好。 帝成恩眯眼,手中握着的牡丹花碎落满地,半晌后才听到她冷静异常的声音,走吧。 心语神色忐忑,见帝成恩头也不回,急急跟上前去。 寒夜交代了足有半课才满意停下,不等任安乐回应,她朝张福看了一眼,转身朝前殿行去。 张福脸皱成了一团,朝此安殿的方向连连拱手,将军,得快些走了,太后还在殿内等着。 行,走吧。 这声音听着有些飘忽,张福这么一想,抬眼,眼猛地睁大,刚才还在身前的任安乐早已行了数尺之远。 任安乐的慈安殿之行并不算久,才不过半课中就退了出来,她走出来的时候,见天色还早,便出了宫直接朝汉临院而去。 慈安殿内却是反常的安静,张福见到了五十太后仍未传善,只得低声提醒,太后,御膳房准备了清淡的周时,可要奴才传上来。 话音未落,踏上传来低闷的咳嗽声,她急忙走近,见太后略显疲态,靠在踏上无精打采的白手,不用了。 太后,快入冬了,您小心着凉。 张福将太后膝上滑落的毛毯重新放好,将餐茶端到太后手边。 赵福,哀家老了。 太后突然感叹的声音让张福一震,她笑道,奴才瞧遍了后宫,大大小小的美人,就没瞧见一人能和太后您相比的。 奴才想着,这恐怕和容貌无关,太后预领后宫,母仪天下,大敬子民,谁不敬重啊? 你就是会说话。 太后接过参茶,缓缓道,你跟在哀家身边几十年,你来说说,帝承恩和任安乐,谁更配得上太子? 奴才怎敢妄议太子殿下?恕你无罪。 想着刚才在大殿不卑不亢,这儿巴京告诉太后非太子非为不入东宫的任安乐,张福略意犹疑,回,帝小姐如今的性子柔顺温婉,可奴才瞧着任将军大气潇洒, 更适合太子殿下,况且依奴才看,殿下怕是对这位任将军很失上心。 太后垂眼,柔顺温婉,哀家只怕她是只养不熟的狐狸。 唯一能让一儿上心的翩翩,太后顿了顿,脸色有些难看,脾性和当初的帝圣天一样桀骜难逊。 太后无需担心,当年帝家犯下谋逆大罪,只要陛下不点头,即便有先帝遗旨, 帝小姐也未必能入选东宫,哀家就怕她会点头。 怎么会?陛下和殿下僵持了十年都未答应。 你以为她把帝承恩禁在泰山十年,真的只是为了制衡帝圣天和朝野氏族? 太后拂袖,泰山有镜选手着,帝圣天是救不了帝承恩,可哀家也一样杀不了他。 空荡的大殿内,幽冷的声音缓缓回响,见不可闻。 自从科举舞弊案后,任安乐这个深山野林里出来的女土匪和汉林苑学士也算是有了情意,半年多相处下来交情赌后。 任安乐被封为上将军后,任府每日门庭弱势,众人便对他时常藏于汉林苑边转楼躲清闲仪式,争知眼闭之眼。 今日他照例溜进边转楼,只是却未如往常一般在楼下休憩,直接朝二楼走去。 首格的汉林边修和正是这次科举的世子,有些腼腆。 换住他道,任将军,二楼是汉林苑藏阁,陛下有旨,除了几位大学士,其他人不能进入。 任安乐苦着脸,眉皱成一团,和大人,你也知道太子选妃的事闹得沸沸扬扬,我那任府实在躲不了清静,行个方便,把二楼的地借我半个时辰。 若非任安乐当初秉公直断,和正也未必能入汉林苑,迟一片夕后无奈倒,将军要躲了清静也成,只是藏阁里珍藏着不少先帝和陛下的圣旨奏折,将军小心些。 见任安乐连连保证,和正说着便上楼替任安乐打开了藏阁。 任安乐走进二楼,关上门,笑容脸下,朝书阁中堆积如山的卷轴藏书看去。 大静立国二十载,每一道皇帝颁下的圣旨和平时批阅的奏折,尽藏于此。 任安乐行上前,一本本耐心翻看书册兼旨,半课中后,他停在书阁中间,拿着一道布满灰尘的圣旨,眼眯了起来。 这是一道十几年前诸王内乱时,嘉宁帝调遣边境守将的圣旨,当时内乱纷争,嘉宁帝以密旨调军,用的是皇帝私印。 大静朝除玉玺,虎符能调军外,传言,皇帝有一枚私印能在危急时刻调动大静边疆军队,任安乐要找的正是这一枚。 他从袖中拿出一张泛黄的信件,对比圣旨和信件上的字迹私印,神色冷宁。 除了内容不尽相同,无论笔记私印都一般无二。 永宁,北秦寇官,西北危急,你接信之日,令帝家军远赴西北,与忠义侯于青南山两面夹击,共兼北秦铁骑。 没有落款,可是静安侯怎么会认错家令帝的笔记和皇帝私印? 十年前,若没有这封来自京城的皇帝秘纸,帝家八万大军怎敢远赴西北,他帝家又怎会背上叛国罪名,满门抄斩。 将于查抄地府,为的便是这封秘信,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,他搜成三日,却没想到秘信就在当时还是幼童的他身上,十年来从未离身。 和尚圣指,任安乐行道窗边,神情难辨。 虽然笔记和私印都证明十年前送来秘信的是嘉宁帝,可却不能断定是他,否则当年父亲大可公开证据,而不是用自尽来证明清白。 若送秘信者是嘉宁帝,他便不会让江鱼大张旗鼓地去地北城查探真相,因为秘信一旦大白于天下,他势必地位不稳,受天下人口诛笔伐。 若他是帝家冤案的始作俑者,也绝不会对帝家有一丝恻隐之心,洛川麾下的两万将士也不会得以保存,更不会留下他的性命,只是将他远送泰山,交由竞悬看管。 可嘉宁帝也绝不是能相信之人,帝家冤案虽可能不是由他而起,但帝家一百三十多条性命,是他将旨赐死,帝家一席间烟消云散大厦倾覆,也是他一手造成。 父亲以命换来的机会,他终究选择了权势,而非帝家的清白。 将秘信者好重新放回秀中,任安乐望向巍峨的皇宫,也眯了起来。 到底是谁对帝家有不死不休的仇恨,恨到要拿八万将士来陪葬,让传世百年的帝家永无翻身之日。 送来这封密信的人,究竟是谁? 请不客卖 視 준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senhor 转发 heading 转发 打赏 ин才 6 рез电视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Watchaban city ische船总集完 �.'看 lamp